今日事從過去恆指每年高低波幅,推測恆指低位在何處? 2022年1月至今,恆指高25,051,低17,727。 昨日,二見波幅7,324點,波幅41%,今年以來跌幅23%。 過去20年,2007、2008,金融海嘯2009年,飛沙酒石,高低波幅1萬點,平均14,078點,2002、2004、2005年,波幅最少,平均指2953點。 剔除波幅最高3年,及最低3年共6年,其餘14年平均波幅6500點。 今年以來恆指已,完成過去剔除特高與特低的14年平均波幅。 3.過去20年,不計2007、2008、2009年的特高波幅,其餘年份波幅最高的6年,波幅達8036至8944點。 平均8389點。 若然今年恆指與此平均數相同,則恆指底部可能是16662,約16700,即上如跌幅7%或1233點。 恆指若跌至16662,按彭博綜合大行數據,將折合今年預測P8.5倍,PB0.93倍。 如此估值,能否真的可以手穩?很大程度受重磅科網股左右。 這幾年恆指成份雖然已經大變質,過去不同時期恆指的估值亦不妨參考。 過去10年,恆指最高PB16.3倍,最低7.3倍,平均11.1倍,最高PB1.55倍,最低0.72倍,平均1.24倍。 2008年,金融海嘯時,恆指10676,恆指PE7.0倍,PB1.08倍。 1998年,金融風暴時,恆指6545,恆指PE7.2倍,PB0.93倍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